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觉得心里面长长的梳了一口气 觉得好像真的是一个司法和民权的一种胜利 那包括总统拜登也发出了非常积极的声音 那对于一个这样失去的生命 不管他是黑人或者亚裔或者不管是什么族裔 他这个生命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对于George Floyd的家庭来说 他们肯定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庭的一个判决 能够让他们这个失去家庭的这样的心理 得到一些慰藉 那当然George Floyd的这个律师团队 也是最大的胜利者 那接下来将要给George Floyd 还有他们的家庭带来的就是肯定是一个天大的一个赔偿金了 那之后的话这个白云警官会被判多少年 那我们到时候再继续再关注一下 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悲惨 还有一个悲剧 能够更少的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 然后大家可以发声 那然后所有的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都能够更加的去了解对方 更加知道怎么应该怎么对待身边的人吧 那我们再回来关于这个经济上面的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纾困法案当中 我们昨天提到有450亿的这个美金 是被拿出来专门给这个租户来进行这个补助的 那些租户是因为他们交不起房租要被赶走啊 那这部分的钱是给到每个州的州政府 那所以呢这里我会在这个视频下面放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是一个公益的链接 这个链接里面有所有的这个 就是每个州的他们州政府在做的这个叫做租户 协助这方面的这个program都在这个里面 所以如果你在加州 你就可以点加州这个链接 他就自动到加州政府的这个网站告诉你 有哪些你可以申请的这个项目 所以呢如果你是租户的话 你都可以去申请 另外呢关于这个租户 现在虽然呃就是租户在6月30号之前 是不能被这个呃叫做房主给赶走的 那这是CDC出来的这个一个延长的一个保护 那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租客 被这个租户非法的要去赶走 或者发通知要赶你们出去 那这个时候呢呃这些非法赶走租客的这些人会 有可能会面临这个刑事责任 他们要么就被罚处罚20万美元的这个罚金 要么就要面临这个一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劳刑了 所以一旦如果你被这些呃房主要去驱赶的话 那你一定要去CDC的这个网站上去打印一个就是 防止避免被这个呃房主赶走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条款 一个信息有专门的一个一页这个上面你就可以给这个呃房主看 你是受到保护的你不应该是被把呃赶走的 而且他这样的行为是一个违法行为 那如果任何的这个房主要把你带上法庭告上法庭 因为这样的事情那你也可以打印出这个文件 带到法庭来进行辩护啊啊 那关于这个政治上的方呃信息呢 首先是一个呃比较冷门的也就是古巴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政权的更替 卡斯德罗这个政权已经呃移交给了新的这个政权 所以呢接下来呃古巴会和美国的这个关系 还有和和其他西方国家还有包括中国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 到时候我们继续再关注一下 那从去年开始呃是因为可能COVID-19的原因 然后呢对于亚洲人的这种叫做仇恨犯罪啊 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啊 所以呢在参议院在明天礼拜三的时候 那参议院会提出来自己的一个新的关于这个 这个能够呃避免这种叫做Asian American Crime的发生 然后呢提出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呢将会呃给出更多的这个资源 包括了金钱还有教育 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资源给到这个每个州的当地的 比如说警察局啊 或者Alarm Forces这些这些机构 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应对对于这个亚洲亚裔人人群的这样子一种 叫做仇恨犯罪的这种应对 可能就是要对呃他们警官要有新的一些教育 让他们反应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反应 那Chuck Schumer作为一个参议院的这个呃多数党领袖 他也讲了就是we will vote on we will vote on this bill on Wednesday I dare any senators to vote against this legislation we will pass the legislation 所以呢他非常有信心在参议院 没有任何一个参议员会在这个方面会出产 呃产生这个不同的意见 大家都会投赞争票 那参议院通过这个议案的话 这个议案就将进行到进入到这个众议院 由众议院来来审核啊 因为这是参议院提出来的一个议案 那Bernie Sanders和这个呃 Kortez他们两个议员啊 也提出来了一个新的这个议案 这个议案呢 希望能够帮助来提高美国这些叫做public housing 还有affordable housing来进行一个全面的这个升级换贷 更新换贷 包括了这个粉刷油漆 包括了这个把供水系统啊 把这个室内的各种的管道系统进行更新 修缮 那这些呢 这样一个议案呢 会要呃 让两百多万这个美国人 可以受到这个呃 这样的一个优惠啊 可以受到这样的帮助 那这些人当中肯定多数是一些低收入 住在这种啊 affordable housing里面的这些这些民众啊 那这个议案总共是需要 1720亿美金的一个这样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啊 所以呢 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议案会不会在这个众议院的参议院得到这个两档这个支持啊 那关于这个cryptocurrency 就这个电子货币啊 今天的4月20号是作为一个叫做Dodgecoin 对狗狗币的这个一天啊 那当时呃 所有的这些股民啊 所以应该叫股民或者叫投资者吧 都希望今天Dodgecoin 这个狗狗币能够突破一块钱啊 的这个关关口啊 但现在他还是在零点三三零点三四这样一个啊关口来回的这个游动啊 那Dodgecoin在从去年过去的一年他总共成长了百分之两万啊这样一个成长 那如果是你在你在去年花了五千美金投资到这个Dodgecoin的话 现在你已经挣到了一百万美金啊 所以的话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这种新的一种电子货币和交易将会吸引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年轻人进入到这个市场 而且这样的形式又有可能成为一种某种很像这种GameStop这样的一种股票这样的一种形式啊 那Dodgecoin已经成为了这个电子货币当中的就是市值超过 这就是前五位排在第五位的一个一个这种电子货币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关心一下啊 那关于这个疫苗和这个疫情啊 那从今天从4月19号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美国美国成年人16岁到16岁以上的这个成年人都可以去预约注册打疫苗了 很多人已经完成了一针或者两针的疫苗 那已经有超过一亿三千一百万的美国人已经完成了第一针的疫苗 然后呢每天美国现在平均可以打三百二十万只疫苗这个出去 所以疫苗是足够了 而且就是啊你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申请 而且已经有八千四百万人已经啊打完了这个两针的疫苗 然后CDC呢也研究了在这八千四百万人完成这个两针疫苗当中 那总共只有六千个人又感染了这个新冠疫情COVID-19 然后在这个当中百分之三十的这些感染的这些人呢 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的 那有三百九十六个人肯定是因为症状比较严重进入了医院了 然后在这个当中这个六千人当中有七十四个人就死亡了 那所以说这个比例上来说看从这个八千四百万人当中有六千个人又重新感染 这个比例上来说看来这些疫苗的这个保护作用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那很多的这个研究者也说了可能在今年的五月份 由于这个疫苗施打的越来越多 那大家也越来越注意 而且这个疫苗本来就作用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在用的一些疫苗是作用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有可能在五月份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疫情现在还在上升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平缓和往下走的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洛杉矶啊这个城市他们现在呃市长非常希望城市的这个呃议会能够把自己的一部分经费 把它单独拿出来做一个叫做呃叫做这种试验吧 这个试验呢会针对洛杉矶的两千个这种家庭 那把这他们会拿出一部分的这个经费 然后要给他们固定的每个月的一个叫做固定的叫做收入一个计划 所以呢来研究一下看看这样一个呃 试验对于这个洛杉矶的城市或者对于这个南加州会 还有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群有有没有什么帮助 那也许将来就可以洛杉矶就会实行大规模的比如说是固定的 每月的一个固定收入 如果你是住在洛杉矶的话 洛杉矶范范围内的话 那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项目 也可以看看你也可以申请 这个部分那也可以看看你可以拿能不能拿到这个福利吧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关于这个教育部分了 我们一直在做教育的这些交流和留学生啊 各种这些这些事情 但是最近由于这个疫情我们都好像停顿了很多 这里只是把一些周边的信息先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呃 呃陈述吧 那因为疫情 那去年的这个大学的申请 很多的学生就还有很多大学就把SAT作为了一个叫做optional 选择性的一个条件 原来SAT是作为一个必备的条件 都要看你这个SAT的考试考分 但现在很多大学发现SAT的这个分数不用了以后 反而我申请我这个大学来的学生的数量反而增多了 那对于这些大学来说几个好处 首先当然增多了 他申请费也多了 但申请费只是一个小的部分 那另外带来的很多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他可以把他这个大学的这个申请率和这个最后的通过率又一次大大的降低了 那他就可以更好的标榜了 因为你们那么多人来申请 但是我的这个通过率还是保持很低的状态 那所以我的学校还是很悠久 还是很不错 那大家都要知道 所以这些大学都是非常希望你有更多的人来申请他这个大学的 你如果有失灵的孩子在你家庭 你都会经常会收到各种大学发给你的这种邀请信 让你来申请让你来看我们的大学 那这些呢就是一个趋势 也许在今年还有明年的这个大学申请记啊 那很可能很多的大学就要进行这个SAT这个标准就要把它取消掉 那一旦这个作为一个常态的话 那很多学校可能还在维持的 我们要看SAT就变成一种小众了 那有可能SAT就要被历史遗忘掉 就有可能将来没有SAT这样一个标准了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非常多的这种各种族裔来说的话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那对于亚裔来说 本来就非常厉害考试的 是不是会造成一种一种不太好的一种影响 那我们的这个亚裔的优势是不是会就丢掉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好了 这个就今天4月20号的新闻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拜拜 by bwd6